师父涅槃前未发布的金言 十 因果报影如影随形 种下恶因 你想逃都逃不掉 只有慢慢等果到来 所以不要去恨别人 果报总归会来的 因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 要远离恶因 凡不是实善都要远离 你看到这个人不正 就要远离他 如果这个人讲话不三不四 你听了就会重阴 交恶朋友得恶果 交善良的朋友得善果 要学会长生忏悔心 长思起过 不要一开口就说别人不好 很多人一辈子 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就等于错上加错 举个简单例子 你闯了红灯 还跟警察争辩 他不会多罚你的款吗 所以不明理的人才会这样做 懂道理的人知错马上改 知道自己做错了 马上不讲话 知道自己中了恶因 马上就不要在恶因上加重他的分量 赶紧回避 拼命还在恶因上加重他的分量 就相当于做菜一样 人家说这个菜已经炒得很咸了 你继续放盐 然后又在这个菜上继续动脑筋放糖 想减轻盐的分量 结果糖放下去之后 变成怪怪的味道 越变越咸 一个事情做错了 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再矫情 唯一就是远离 就像看到一个人身上有灵性一样 一个人身上有毛病了 唯一就是远离他 避开他 不要再掺和在里面 否则会越掺和越严重 因缘果报 无有错 长生忏悔 思己过 执着过错 必惹祸 开悟见性 明因果